就是因为资讯也不透明 要不是气爆呢 不少高雄民众还不知道 怎么这么危险的气体呢 就埋在家门口 专家表示呢 其实屏息很危险 暴露在空气中的浓度呢 只要达到2%左右呢 一碰到火源就可能会爆炸 而且还不能用一般的水柱来扑灭 熊熊烈火伴随有毒浓烟 直冲天际 底下的消防车拼命洒水灌旧 仍然远不及火势的蔓延速度 2005年发生在台塑德州厂的这场大火 同样因为丙烯外泄产生气爆 学者就解释 乙烯的废点低到只有零下103.7度 丙烯则是零下47.6度 一旦不小心外泄了 在空气中浓度只要累积到2.7%和20% 遇到火源就可能会瞬间引爆 所有的管线呢 尤其是像是乙烯丙烯呢 它是反应性很强 然后非常非常易燃的一个气体 室温20度 像现在是30度的话 它这瞬间就挥发掉了 然后靠 那边有火花 造成这一次气爆的乙烯丙烯管线 其实都是早期发展石化工业时 就已经埋下的 遍布于大部分高雄市区 主要用途是在原油经过提炼 产生石油脑后 再经过清油裂解的手续 产生乙烯丙烯这些橡胶制品的原料 透过管线输送到各个工业区来制造 是不是管线老旧造成这次气爆 还有待追查 但事发当晚 紧销对化学原料的不了解 就抢着洒水灌旧 看在化学老师眼里 其实很危险 而这档气爆也形成了一场 人为地震时间长达20秒 高雄的那个地震的那个车站 车到那个大概相当于 那个一级的这个震度这样子 威力相当于500吨黄色炸药 同时炸开来的这场气爆 死伤惨重 国军紧销权力抢救 善后力求将伤害降到最低 有点TV杨子健 谢立文杨人祥 吴登丽台北报导